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在最新一集 乔努和博军用主演的 《今天都在讨论》中 乔努在衣柜与女主的吻戏 因为被看到舌头而引起了 网友们的热烈投论 而现在都已经过了三天 这件事情在韩网 不但热度没有减少 反而是投论的更多 所以今天就先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对于这个吻戏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为什么不轻松地拍摄 而是要那样拍摄 什么呀,只有我一个人幸福了吗 吻戏应该是让人心动 和感到愉悦的层面 但像刘云说的一样 觉得不怎么样 通常吻戏动作 都是和导演讨论后拍摄的 乔努是idol 他会擅自使用舌头吗 这样的决定都是经过讨论后 认为这样比较好 所以才会这样拍摄的 哎,又不是朝鲜时代 都2023年了 拍吻戏露出舌头就大惊小怪的 接吻就应该用舌头 不用舌头的话叫亲切 到底在瞅什么 没有必要特地那样展示吧 只要营造气氛就足够了 女主在最近的吻戏 被骂说像贝克一样的闭着嘴 现在又是要怎样 到底要怎样才能和你们胃口呢 什么让你们感到不舒服 本来在影片中 因为太暗根本看不见 现在却调亮光度 放慢速度 做成截图后再批评 看地视剧的话 其实没有这么亮 而是这种感觉 我本来没有追这部戏 因为这个争议 特意去看了一下 在这个片段 女主亲吻卡弄的手掌 然后抬头看的那一刻 心脏就疯疯的这一跳 还什么舌头不舌头呢 总之比较后期的是 有看这部戏的 华语圈的观众们觉得 这个吻戏怎么样呢 会觉得有点过分吗 下个消息是 一个月前发表的女团 BBG主打歌梅尼亚 在活动结束后 最近在韩国姻缘排阳榜上 出现了逆星的迹象 随着很多爱豆们 和外国网红们 上传梅尼亚屁股舞前连级后 目前BBG的梅尼亚 在每轮日渐排阳等各个指标 都在持续上升 这次可能因为歌曲很好 所以收到大众喜爱 其他粉丝们也帮忙在刷 所以排名确实上升了很多 我觉得这首是 BBG歌曲中最好听的一首 歌曲很耐听 我很喜欢 我最近因为持续看到短片 被洗脑了 如果歌曲好 大家都会知道的 让我们慢慢的持续的上升吧 大家别忘了 BBG也就是有点轻鼓 曾经是逆星神话的象征 所以我们一起期待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四代女团年纪最大的成员排行 19位Nujin's Minji 18位Mix Lily 17位Aibu Kaul 16位Baby Monster Luka 15位Weekly Sujin 14位Clushy Hyeongseo 13位Stayish Sumin 12位Uwa Nana 12位Itsi Yeji 10位Espacarina 9位Haiiki Soi 8位BillyMunsoa 7位PupleKissNagun 6位EverglowEU 5位HiUzraka 7位 3位 3位 8位 2位 CherryBlackSaiyu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